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推出四年 参与者当中不到两成全职投入小贩的行列 国家环境局透露 截至这个月 59名报名者当中已有33人完成了培训 不过只有11人选择全职经营档口 尽管如此 当局还是考虑增加名额 培育更多小贩 以推动本地小贩文化 热腾腾的高饼出炉 31岁的庞雪玲为甜点涂上糖衣 做完最后点缀准备售卖 开业超过两年 这家档口目前每天能卖出约350个高饼 年轻摊贩分享成功的秘诀是 毅力与恒心 创业初期 庞雪玲获得了当局的一臂之力 在半年内赚回了成本 在培育新手小贩摊计划下 成功申请者开档首15个月 只需平均缴付6成的租金 33岁的西餐摊主陈伟杰 在前年疫情期间创业 去年又在中央商业区开设分店 却经不起疫情冲击而结业 陈伟杰并没有因此放弃 三个月前又在五级芝麻一带 开店售卖汉堡 他计划推出实习计划 培训更多年轻小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